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元唐善书 禅修的重要 主助先佛为道祭禅师 道祭禅师将 师曰清兰出续热家夫 独以长亭对境胡 不厌扶尘千万丈 杂无尽扫好贤除 圣事无今日降助 禅修的重要 地念二章 坐禅的方式 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可归纳为四种不同的姿态 就是行 住 坐 我此称为四威夷 在四威夷中 坐只是其中的一个姿势而已 而禅修不仅在坐时要修 在行 住 我三种姿态时也要能修 不过 在禅修初开始的阶段 以静态和坐的姿态入门 比较容易 也比较能得到效果 以下将七只坐禅时的要领 与注意事项分数之 一 足之 坐禅可分为缅甸坐 一脚在前 一脚在后 不交叉 不重叠 加夫坐 双盘 如意坐 左脚在上单盘 金刚坐 右脚在上单盘 交叉端坐 散盘 正金威坐 儒家坐 为主 坐禅时 身体要保持平衡稳定 身心要尽量地放松 不需要勉强用特定的姿势 因为禅修不是练腿 而是在修炼之余观 二 手之 节定心手印 右手上左手下相叠 双手拇指轻接触 又称三魅印 或是手轻松地放在膝盖上一颗 三 背脊之 背脊束直 挺起腰杆 物挺胸部 四 肩甲之 两肩稍微张开 全身放松 五 头颈之 头正 下额内收 不是低头 六 眼之 坐禅之初 心比较乱 以先行臂眼为佳 待修至半年一年后 可改成双目微张 四臂海开 即眼开三分状态 七 舌之 舌头轻微甜底上额 坐禅注意事项 一 初学坐禅 不要勉强坐太久 可以从坐十分钟开始 慢慢增加至三十分钟 最好每天能早晚坐禅二次 进阶者则慢慢由三十分钟 增加到五十分钟 专修者则慢慢由五十分钟 增加到二小时 二 饭后一小时再坐禅 以免妨碍消化 三 选择通风 光线明亮适中 安静 干燥的地方坐禅 但是不要让风直接吹到身上 四 气候凉冷的时候 要把两膝包裹暖和 不要让膝盖裸露 五 进入禅定最大的障碍 来自于紧张和刻意 因此坐禅时必须放松 绝对不可有紧张状态 六 若是身体的疲惫或疼痛 已达无法忍受时 可以变换姿势 但是仍要保持明觉 七 放下万元 保持平静安详的心 坐禅既可养生严寿 消除疲劳 又可开会增至 故各类练功门派及佛家 儒家 瑜伽对坐禅都很重视 而欲开悟正国者 更要从坐禅基础入门 未来才能速得解脱之道也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